新鮮番茄醬淋上嫩尖牛排入口后 滋味更有层次 若是淋在蛋包饭上 无论视觉味觉都画龙点睛 当然还有炸鸡块 怎能少了番茄醬 番茄醬酸甜口感成了国民酱料 但其实在家自制又简单又健康 就先把番茄这个地头先去掉 因为这里很硬 家事达人示范将新鲜番茄去地后 切块丢入煮沸水中一分钟 拿出来泡冷水将皮去掉后 切块去籽丢到果汁机里炸 将番茄炸到醇之后 倒入平底锅 煮到收汁呈现酱状 加入盐 糖 醋 调整为自行喜爱的口味 自制番茄酱就大功告成 用了七颗番茄只有这么多 这是外面卖市售的番茄 这种情况下我家里多半是吃自己做的 自制番茄酱拿来跟市售番茄酱比较 颜色明显没那么鲜艳 市售版呈现光滑的糊状 自制的经过果汁机炸过 还是能见番茄纤维 切红素是植化素 植化素我们说它可以防癌增加 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它也是一种天然的色素 可是基本上我们不会去加它 我们希望加一个稳定的便宜的 原来市售的原料大多使用 浓缩番茄糊 再添加甜味剂 增稠剂 红色素等等 增加麦相和口感 冰系自制番茄酱 简单的盐糖醋 对身体容易造成负担 那通常最严重的问题是 我们那个口味变了 会失去获得 我们新鲜食物的这些营养素 万用的番茄酱在各式菜色都易见 若学会自制番茄酱吃起来 更安心健康 加工养卖王奈瑜李一璇台北报道